说起这四姑娘啊 咱们还得插一句 这个人啊 天生长得就是妖妹 那生来啊 就是又狗狗又丢丢啊 她原本啊 是龙克多原配老丈人的士气 后来啊 这里边不知道怎么捣的手 就成了龙克多的小老婆了 哎呀 说出来的烫嘴啊 等于这四姑娘 原来是龙克多的小丈母娘 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康熙61年的11月13日 在北京的畅春园 也就是现在的北大附近呢 68岁的康熙皇帝 龙玉冰天 驾崩了 就在几个时辰之前 康熙皇帝还在弥留之际 这老皇上在玉榻上捣气 床下边一拉六 跪着八个人 这其中啊 有齐位都是皇子 他们分别是 印旨印诱印诵印诵 印额印桃和印祥 另外的一个人呢 就是礼藩院尚书 九门提督龙科多 龙科多也是刚回来 他刚刚啊 从乾清宫 正大光明匾的后边 取回来 玉笔的传位诏书 老皇上这会儿啊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用手示意龙科多呀 赶快宣读诏书 龙科多站起身来 朗生宣读 黄四子 庸亲王印针 人品贵重 身销镇宫 必能刻成大统 着急镇登基 继皇帝位 哎 凡是经这个 庸正皇帝手的 清代史料啊 都是这么来形容 康熙驾崩时的场景的 这个场景啊 数不数实 是真是假 到底有没有出入 史学界一直争论到了今天 也没有什么正经的结果 今天咱们这段书啊 重点它不在这儿 咱们主要还是聊龙科多 问题就在于 这龙科多 无论是文职 李帆院尚书 还是武职 这九门提度 好像作为宣读诏书 这邓词上啊 都差了那么一点 这也是很多学者呢 怀疑这件事情的原因 在这方面呢 刘十五啊 倒是有一点看法 想跟大伙啊 聊聊 首先说呀 康熙61年 康熙皇帝 南园围猎 病倒以后 住在了畅春园 就有旨意 镇宫畅春园养病期间 不接见满朝文武 以及皇子王宫 当时皇子里边 能来见皇上呢 只有身为领事卫内大臣的 雍亲王印真 贴身负责皇上安全的武官呢 就是九门提督 龙科多 首先说 作为九门提督 那必是皇上信任的人 再者呢 这龙科多 他也不是外人呢 既是皇上的小舅子 又是皇上的表弟 按咱们民间老百姓的讲究 让小舅子回到宫中 取自己的遗书啊 那我觉得是完全符合情理的 我听众的年龄层啊 多大的都有 咱们不用请教那些年纪再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 三四十岁的朋友 您回家问父母去 哎 中国地啊 无论南北 当年父一辈分家的时候 谁来念的分家单 哎 树个座是说子别恩父 据我爹说呀 当年他和我叔叔分家的时候 就是我舅爷主持的分家 念的分家单 扯远了啊 这是咱们民间老百姓 分家的时候 由舅舅来主持 那有人说不对呀 咱不提圣母啊 就广是嫡母 这帮孩子的舅舅 也不止一家 对呀 这康熙皇帝啊 一共有四位皇后 当然了 这孝公仁皇后乌雅氏 这会儿啊 他还不是皇后呢 但是因为 他的好大儿应真 做了皇帝之后 他才有了皇后这个位号 那么除了乌雅氏 孝城仁皇后 贺舍礼氏 孝昭仁皇后 扭葫芦氏 他们家中也有兄弟 那为什么不是那些舅舅呢 再者了 孝仁仁皇后 同家是他们家 龙可多 他也不是长子 也不是这大舅啊 他是排行再三 怎么 宣读遗诏的 就是龙可多呢 关于这一点啊 您不用纠结 您就单从啊 这康熙五十年 康熙皇帝 把九门提督 这么重要的工作 交给这个小舅子 在老皇上 众为旧员当中啊 这康熙皇帝 最喜欢最信任的 还得说是这 龙可多 对喽 单凭皇上 喜欢和信任 这一个条件 他足够了 说来这皇上 信任喜欢龙可多呀 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康熙四十七年 废太子风波当中 这龙可多并没有战队 并没有依附某位皇子 尽管啊 这当时康熙皇帝 曾经深吃过龙可多 说龙可多呀 你就是八个印刺一党 实际上 后来老皇帝发现呢 是八个印刺一党的 并不是龙可多 而是龙可多的爹 同国为皇上的老丈人 在朝局动荡的时候 这龙可多 没和自己爸爸一样 战队皇子 让康熙皇帝看来呀 这种品格 很难能可贵 所以呀 这龙可多才有 辅主登基 天大的脸 那您想想啊 这样的臣子 明显是老皇上 给新皇上留下的 骨功之臣 到新皇上的手里 能赐得了吗 据青史稿 龙可多传记载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圣祖大剑 赵寿顾命 世宗继位 命龙可多 与大学士马齐 总理事务 习一等功 受吏部尚书 选以总理事务劳 加一等阿达哈哈藩 以其长子月星阿席 赐子御柱 自侍卫受鸾一使 这件事啊 其实大伙都熟悉 同时被授予 总理事务大臣的 还有两位王大臣 一位是廉亲王允四 另外一位啊 就是疑亲王允祥 这会儿啊 二位都不能叫印什么了 因为啊 得避皇上的会 这还不算完呢 转过年来 雍正元年 这龙可多 又和川山总督 年庚瑶一起 同时加了太宝匠 刚才这道旨意啊 不知道您听出细节来没有 其中有一句啊 是习一等功 受吏部尚书 为什么这新皇登基 给龙可多的恩旨 是习一等功 而不是受一等功呢 这里边啊 他有个缘由 其实这一等功爵啊 是龙可多的爸爸 佟国伟的 佟国伟都死了好几年了 可是康熙皇帝 活着的时候 就是压着 这一等功的爵位 没习到龙可多的身上 等于这康熙年的时候 这龙可多 白做了高官 可是身上 要脸的爵位 可是没有的 没有没有吧 可是爸爸死了之后啊 那个爵位空在那 不让自己习成 也是怪难受的 于是啊 我看了很多学者的书啊 在这方面就做文章 说这龙可多呀 为了习爵的事 就怨恨上康熙皇帝了 你啊 不让我和皇子结党 我偏结党 于是这龙可多 便攀附上了 庸亲王印针 听着是怪姐气的 可是天子近臣龙可多 他能这么想吗 他敢这么想吗 跟皇上志气 脑袋还要不要了 再者 这老皇上可能是想啊 这同国为 也不是只有一个儿子呀 可是爵位只有一个 给谁不给谁呢 要说自己最喜欢呢 还是这小舅子龙可多 可是要把这爵位 给了他呀 又怕其他人不服 必定这龙可多 他不是长子啊 那么干脆 把这一等宫啊 给别的小舅子 再给龙可多 担封一份爵位 这皇帝啊 又舍不得那份工资 所以说干脆得了不 就把这个难题啊 甩给下一任皇帝吧 这是我的猜测啊 不代表任何学术观点 不过有一点 是很符合道理的 皇帝把施给 臣子的恩情啊 都留给下一任皇帝 自己的接班人 这样呢 就能让新军更好做 在臣子当中啊 更有威信 雍正皇帝 给龙可多的恩典 还远不至于此 雍正元年 雍正皇帝 给内外大小成功的赏赐 据这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管的玉笔赏赐部记载啊 得赏最多者就是龙可多 一共啊 有十三次 什么您说 不多呀 我跟您说啊 这里边 全宇宙最好的弟弟允祥 得赏八次 那个大安人年更有 得赏七次 其他的 果亲王云礼 庄亲王云露 获尚书张亭玉 这些位啊 一共得赏才五次 十惠的赏赐有 那荣誉的赏赐也有 龙可多上朝穿的 那都是四团龙的补服 身上记忆的桃子都是黄颜色的 头上戴的是双眼孔雀花灵 就连这马杠上啊 都是紫色的 您别小瞧这些殊荣 这必须啊 得是皇上特准 大臣才有权使用 您别忘了这龙可多 他既不是王爷 也不是皇室不是 还有一件事啊 您听起来啊 哎 我先给您提个醒 可能啊 就比较肉麻了 在雍正皇帝登基以前呢 就称呼这龙可多 为三舅 登了基以后啊 这雍正皇帝 更是逢人就说 这孝仪人皇后啊 不但是我的嫡母 而且啊 是我的养母 从小啊 我就跟他老人家身边长大 所以说这龙可多呀 他就是我的亲舅舅 不但嘴上这么说呀 这皇上还下旨 龙可多应称呼舅舅 伺候起奏处 书写舅舅龙可多 也就是说 自此以后 再有任何文书上提到 龙可多三个字 前篇必须加上舅舅 这个称呼 得 皇上一个人的舅舅啊 这下成了全国人民的舅舅了 怎么着 您听了这事 您麻了没有啊 那么说 这皇上这么着 灌着这个臣子 这龙可多 他不得飘了吗 还能不飘吗 哥我 我也飘 哥您啊 您也飘 这自个儿要是飘起来呀 还能拽着椅子被 咱往下坠坠 那身边人飘 您就没辙了 龙可多他们家老二玉柱 是龙可多的宠妾四姑娘生的 这四姑娘啊 本来就受宠 所以说这儿子呀 惯得也没样 说起这四姑娘啊 咱们还得插一句 这个人啊 天生长的就是妖妹 那生来啊 就是又狗狗又丢丢啊 他原本啊 是龙可多原配老丈人的士气 后来呀 这里边不知道怎么倒的手 就成了龙可多的小老婆了 哎呀 说出来的烫嘴呀 等于这四姑娘 原来是龙可多的小丈母娘 咱们不说这不要脸的 咱们还是接着说呀 这倒霉的儿子玉柱 这儿子呀 算是给龙可多惹了事了 平时啊 就是行为不端 怂恿属下受贿呀 他好从中吃红利提成 一下子儿子犯了事啊 就连累了龙中堂 就在这个时候啊 另一位雍正皇帝的宠臣 年庚瑶也犯了事了 在给年庚瑶议罪的时候 这龙可多呀 犯了一个议罪过轻的罪过 一下子就让皇帝刀住了小辫子 首先啊 先解去了九门提督的职位 哎 这就说明啊 这皇上他不信任你了 不打算再把自己的身家性命 交由你来保护了 并且呀 咱们大伙都知道啊 这雍正皇帝呀 是爱捣小茬的人 他跟这个龙可多说呀 自此以后 这四团龙的蟒服啊 你别穿了 还有这双眼花铃也别戴了 皇带的紫钢都不能用了 赏你的东西呀 一律统统的给我交回来 然后你呢 也别闲着 你呀 就去这个北边 二太附近 到那边去监督啊 开墾皇帝去吧 那么说这雍正皇帝 就是因为这些的事对自己的这个舅舅不满吗 还真不是 另有原因 自雍正皇帝继位以来 这龙可多的官职大长 他已然啊 现在就是同家式的掌门人了 并且呀 他坐着这大清朝廷上 一个要紧的官职 什么呀 立不尚书 管官的官 这样啊 在家族其他人员看来呀 他就有义务和能力来保护自己的族人 可是您可别忘了 他这些族人 在康熙晚年的时候 在他爹 同国为的带领下 那可都是八爷的人 八个陨寺 那可是雍正皇帝 视为的头号政敌 龙和多作为新任家族的掌门人 必须保护自己的族人 所以在利益上啊 就跟皇帝产生了分歧 所以说 这雍正皇帝想整治 救救龙和多 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官是降下来了 可是心下不来呀 这同大人啊 心里可不宣奋了 于是呢 这心里不宣奋啊 嘴上也不闲着 有人拍龙和多的马屁 说您是受诏顾命大臣啊 当年圣祖爷的遗诏 就是您宣读的吧 这龙和多的心里有气啊 他张嘴就来 宣读什么呀 当时我也没在场啊 有 宣读遗诏的大臣 说当时不在现场 那么雍正皇帝 这皇位是咋来的呀 再一喝美了呀 他想起当年做九门提督的时候了 他跟别人说呀 当年圣祖宾天之日 我身为提督 关系重大 朕必议会可呼 两万兵 那别人就想了 这圣祖宾天 你呼两万兵干嘛呀 是不是给现在的皇帝撑腰 好让他矫诏篡位呀 有的时候啊 他喝着喝着伤感了 他就跟旁人说呀 白帝城寿命之日 即是死期将至之时 哈 谁是刘备 谁是诸葛亮啊 那么谁又是那无能昏弱的刘善呢 这简直就是指着皇上后脑勺骂贤了 这些个还在其次 有人告发呀 这龙鹤多家里 藏着一件不该他有的东西 什么呀 玉碟 这玉碟呀 是皇上家的家谱 按理说是十年休一次 只要是爱勋觉罗家族的人 黄带子红带子都在其内 生一个天上 死一个消极 并且呀 这些宗室身上发生的什么大事 都得望上天 这雍正登基以后啊 板板的改动过玉碟 至于是为什么呀 咱们在这儿啊 咱也讨论不清楚 这也不是今天呀 咱们要研究的课题 可是这倒霉的龙鹤多呀 他偷偷的私藏了一份原版的 至于他是为什么呀 咱不得而知 难道说是用来防身的吗 以后用来要挟皇帝 充当个单书铁卷什么的 可是我认为呀 这玩意留在身边 只能给自己招货 你还别说呀 这是皇上的小辫子 他不是单书铁卷 就真是单书铁卷 他也保不了你 皇上一听说这事啊 立刻就蹿了 赶紧把龙鹤多呀 给我叫回来 这大臣们就说了 不行啊皇上 这会儿这龙鹤多呀 正在边境上主持 跟沙俄谈判 划定边界的事 要不见 等他办完这个差事再说 皇上说不行 让他回来 划定边界的差事啊 谁都能干 把这事就交给马奇吧 赶紧你们一罪 把他弄回来治罪 我是多一分钟也等不了 其实啊这是后话 雍正皇帝这个决定啊 都浑了蛋了 就是因为他这个决定啊 在中国北方 大清国与沙俄的边境策定上 我们又损失了很多的土地 这是后话 咱们留到讲马奇的那集 咱们再细掰扯 大臣们 要是明白了皇上的心思 贪劳人家想整谁啊 那大臣们肯定是蜂拥而上啊 一下子就给这个全国人民的好舅舅 罗列了41条大罪 其实在我看来啊 多数都是御家之罪 何患无辞 把龙克多家里家外都搜遍了 财务加在一起啊 也就是50万两 这要是跟后世的和申比啊 连屁都算不上 除了这私藏御蝶这一条啊 没有什么正经的罪 但是让中国文人一解释起来啊 那是条条该杀 这41条大罪啊 转眼就报到了皇帝跟前 一直这帮大臣的意思啊 这龙克多 哎是得死了 哎 这会就显出啊 这世宗皇帝宅亲人后来了 他说别的呀 可惜了的 这朕的舅舅啊 是替先帝爷宣赵的顾命之臣 别弄死了 关起来吧 就关在畅春园门外 龙克多当年亲手建起来的营房里 自此 畅春园外三间营房 成了这龙克多的圈禁之所 也没圈多长时间 您想这心里落差之大 一个人他能受得了吗 转过点来啊 这皇上的大舅龙克多 家气伤寒 死了 用死 给这天下人权衡了一下 什么叫做半军 如半虎 得嘞 今儿战年的时候啊 够长了 这龙克多的故事呢 咱们也算 没得完了 精彩回幕 就在明天 咱们要说一说呀 这雍正朝 用兵的神人 亲命 服务院大将军 年更有